运营设计师是未来 UI设计师是一个过渡品 在上一个时代 经历了一个时代是什么 UI和网页设计师 是大概七八年前 网页设计师说 这玩意是网页设计师做的 还是UI设计师做 好像是电脑端就网页设计师 那时候突然出了个iPad 该谁做 好了再说一个 你有一个弹窗 这个弹窗网页跟UI都一样 都是这个弹窗 该谁做 就很尴尬 你明白吗 很尴尬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 现在UI设计师网页设计网页也做 我们也是正常承计 那个很尴尬的地方 这到底是该谁做 就比如说像这样的页面 该UI还是运营做 对 我们在我们做的一般 播出这样东西来 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就好找 你这玩意是UI还是运营做 你说我会做 这个东西 这种页面交给我就OK了 对不对 看这些东西 这都是我给你们找的UI 跟运营中间卡在中间这个位置 对吧 像这种东西 UI还是运营 有元鸟体型就是UI的 你不能这么定吧 那这谁谁做 没有意思吧 其实也没分那么开 懂的意思吧 所以包括像这些页面 你说这不 他妈就这铁UI了 也不是 你换个主题 其实运营也可以搞的 你们跟UI其实真真正的差别在哪 UI其实做东西 它不是太注意表现层 它注意的是逻辑 这个模块为什么在这 它更多是背后的思考 而我们做的 其实更多是视觉表现 所以其实所有的视觉表现 我们都应该去扛下这个问题 明白这意思吧 看一看 而且到最后咱们 你像这种东西举个例子 咱这玩意 就玩UI做运营做 就搜索搜索按钮 那你不能就做按钮 就下班了吧 你顺便把其他点都做出来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别就咱一同学就弄了 老师我画画 我就画个插画 他怎么用 他自己想办法 你别那样是吧 你别那样是吧